早晨的第一袋松塔 已经装完了 好累呀 一会儿准备装车上 这时候剪松塔 就是非眼力 尤其在这种石栏子上面 松塔都鼓了些起来 而且这树叶还有一个伞 黄瓜拉几一点 我看好丑 这是冰淀糖 这是干的黄的 这还有一个 这还有吗 那边 这也不能帮我拉掉 大个人 这个大呀 大大锅的伞上 我背这些 就是这棵树大的 那这边找这棵树 找这背吧 好 那我就往上走 你把这一块石头拿着呢 那老男走 原始 太累了 今天打到这边松塔这个地方 老男走了在那个大山杠梁上 而且全都是石拉的 下面就可抖可抖的了 一扫靠人往下背 因为车上不来太陡了 站的高望的远的 跟前这几棵小树 上面的塔都已经打完了 全都在这个石拉的下面 看多高 太陡了 捡塔打塔还有扛塔 都可飞进可飞进去了 山顶上风还比较大 这边打完了呗 再打会儿呗打这么快干啥 下面没有了 我们要换下一个阵地了 上面那个石拉的山 已经完事了 就打了两袋半 今天是我们打松塔的最后一天 结束了 终于打完了 今天总共一大天就打了八袋松塔 这一看真是完事了 从早晨四点多上山 到现在马上五点了 我们才下山 忙忙活活一天 别说过得还挺有意思的 挺充足的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见吧朋友们 我们要回家吃饭了 这一大天 今天中午我也没带饭 哎呀妈 一天也没吃饭 就早上吃那点饭 下期视频给大家拖松子啊 一定给我留个关注 拜拜了 吃饭